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培训等 当他们的业务完成情况距离达标量 还有一定差距时 就会听到他们用一种 近乎哀求的语气说 最近业绩真的很难做 请你帮个忙 行吗 以前觉得 他们或许是抓住了学生单纯 好说话的特点 才出此下策 后来工作以后 也遇到不少这样的推销员 不是用战术说服你 而是先示弱 表明自己的难处 企图争取对方的同情 虽然这种沟通方法 偶尔的确能奏效 但根据社会学家的统计发现 示弱分为很多种 这种贬低自己的做法 是其中效果最差的 研究发现 会使用这种技巧的谈判者 内心多半觉得 示弱只是权宜之计 但对沟通的另一方来讲 可不是这样 因为对方通常会信以为真 认为你是个失败者 他们是因为同情你 想帮助你而让步 所以 即使你这次达到了目的 接下来 也很难从对方身上 得到更多信任与好感 贬低自己 也是一种低自我价值感的体现 这种低价值感 有时还会影响到生活中的一个方面 爱情 记得有个节目里 一个女演员谈到自己同兴出道 大学时被很多男生追 追求她的男生 因为都看过她的戏 所以很尊重她 甚至为了迎合她 说不少客套话 但和这一类男生在一起时 她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相处起来自然少不了尴尬 可她并不喜欢这样 唯独一个男生 因为没看过她的戏 反而和她相处得很自然 很多人在恋爱中 总是把自己置于相当低的位置 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 唯唯诺诺 好像对方愿意和自己在一起 是一种恩赐 但这样的人 往往难有好的爱情 因为他在爱情开始之前 就已经失去自己 正如终身成长词典的词条 220自爱中所说 自爱者方能为人所爱 人际交往中 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重要 是自负 把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 是自卑 把自己和他人看得一样重要 才是恰到好处的平衡 真正厉害的人 从不会在沟通中 通过贬低自己 来达到目的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 冷布丁冒出一句 直戳你心窝 让你尴尬到无地自容的话 末了还美名其约 真性情 个性直爽 大学时设有W就是这样 第一次见面时 他就告诉宿舍里的所有人 我这个人性格直爽 说话也比较直 希望大家不要往心里去 刚开始 我以为这是客套话 没想到他真的是一点 也没谦虚 有一回 隔壁宿舍的小雅 穿着新买的风衣 到我们宿舍 问我们好不好看 虽然穿着少了一些学生的朝气 但也成熟干脸 别有一番韵味 其他摄友都称赞衣服大方 有气质 意见不同的人也只说成熟了一些 唯独W直言不讳地说 这衣服你穿着都老了二十岁了 看着像四十岁的大妈 还是退了吧 我可是为你好才说实话的 小雅白了W一眼 冷哼了一声就转身出门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美举 W总是能在不经意间 说出一些刺耳的话 让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人 打着说话直的名义 做着各种没礼貌的事 类似的表达还有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说句不爱听的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这就相当于 明知道会伤害别人 却依然心安理得 并且语气里还透露着 因为我坦白了 你就一定要原谅 真是言于律人 宽于律己的神逻辑 这种不考虑他人感受 只顾自己逞一时嘴快的行为 也是自我意识过于膨胀的表现 但人类既为社群动物 就一定要认识到自我 与他人的区别 过分张扬自我意识 只会给他人带来自私自利的印象 让别人对你必恐不及 语言大师林语堂说过 在你开口讲笑话前 告诉别人 我要说一个笑话时 这个笑话就已经失去了他的精神 还会让对方笑不笑都尴尬 同样的 沟通的时候 你暗示或者明示对方 我说话比较直接 不要太介意 只会让人不得不对你介意 让情况更难掌控而已 与其事先提醒 然后事后后悔 不如在开口前多考虑三秒 把这些会让人介意的话 用别的词代替 来一个一劳永逸 荀子说 与人善言 暖于不薄 伤人之言 深于毛疾 真正厉害的人 从不把说话直 当作自己的免罪金牌 除了说话直 还有一些人说出来的话 总会让人觉得生硬 不中听 不是因为这些话没道理 而是否定得太快 例如 当你拨通客服的电话 抱怨某产品的缺陷时 对方如果第一时间就用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搞错了 等否定你的语句 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这就是因为 你接收到的信息 是对方的拒绝 不管对方说的多有道理 你的内心 都已经开始反抗了 因此 客服想要顺利解决这件事 也变得难上加难 当某一方处于劣势地位时 直接说出否定的话 或者态度太强硬 并不会让对方觉得 这是有骨气的表现 只会让他们觉得 下不了台 而要排除太生硬的语句 只要把握一个原则 用是代替否 主持人孟非就很好地 践行了这一原则 《非诚勿扰》曾经来过一个 以节俭为荣的 另类男嘉宾 介绍自己时 他说 我五年没有买过衣服 几乎每天都是馒头 加咸菜 工资虽然不少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钱对我来说就是 能不花就不花 我打算在北京 攒一套房子前 希望能有女嘉宾 愿意跟我每天吃馒头咸菜 这番话 立刻引起了女嘉宾的反感 纷纷表示 太抠了 男嘉宾越来越尴尬 孟非出来救场 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你能有这样的想法真的不错 现在有这样想法的人太少了 我们应该学习勤俭节约 男嘉宾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接着孟非又说 可是咱得知道 生活不是一个火坑 不要觉得你在里面吃苦受罪 我认为 活好每一天 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为了钱 房子就把自己当成机器一样工作 咱也别为了攒钱 每天都不花钱买菜 这样对身体也不好 是不是 再说了 钱又不是省出来的 该花还是得花 你每天都活得开心 让自己的女朋友也开心 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吗 听到这一席话 男嘉宾点点头 表示自己的想法有些过了 台下一片掌声 软谈判艺书中提到 与易软有几个好处 其中之一就是能创造 模棱两可的认知空间 第二是可避免因为尖锐言辞 而使双方形成对立 真正厉害的人 从来不会用一定 绝对等强硬的语气 说服别人 而时代之以 我认为一般说来 等语意较软的词 生活中很多矛盾 都是源于不畅的沟通 也有很多麻烦 都解决于一次有效的表达 沟通是一门艺术 闲谈也要掌握分寸和节奏 只有掌握了这门艺术 我们才能做自己最强的公关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立于不败之地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可以在文章底部点赞留言 我是安东尼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三个声音 在那里 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暖心文字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 画家沟通的难题 为你我也可以 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 很想到翻译成言语 但你紧握心里 我们却像个扎一层玻璃 看得见却出不及 虽然我离你记忆好迷 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 无心地坐舍的坐舍不离 无尴尬的沉默里 泪水在底 我无法冲到我自己 总好说起 要如何翻译我爱你 寂寞不易 我也想能与你搭起脚梁 借你默契 却自不答应 在你的梦点里 存无故意 不论天晴或下雨 陪着你悲伤欢喜 你难道从来不觉得好奇 你身旁冷静拥挤 我一直在这里 不说一句 我无法冲到我自己 总好说起 要如何翻译我爱你 寂寞不易 我也想能与你搭起脚梁 建立默契 却自不答应 给你拼命 词词 先词 我无法转到我自己 从何说起 却无法翻译我爱你 遗憾不已 我也想能与你打起 脚梁见你默契 我必须得先看明白我自己 分一成一句我爱你 我也想能与你打起 脚梁见你默契 却自不答应 自不答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